六祖大師 法寶談經 中寶本 般若品第二 菩提般若之智 世人本智有之 指緣心迷 不能智悟 虚假大善知識 世道見性 當知 愚人智人 佛性本無差別 指緣迷悟不同 所以有餘有智 世人中日口念般若 不是智性般若 有如說食不飽 口誕說空 萬劫不得見性 終無有益 磨喝波爾波羅蜜 四飯魚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 此需心形 不再口念 口念心不行 如幻如畫 如路如墊 口念心形 則心口相應 世信能含萬法是大 萬法在諸人性中 若見一切人 二之與善 盡皆不取不捨 亦不染濁 心如虛空 明知偉大 故曰磨喝 迷人口說 智者心形 迷人口說 智者心形 如說空 心中不修此行 恰是凡人自稱國王 終不可得 非無地質 剝惹者 唐言智慧也 一切處所 一切時鐘 念念不餘 常行智慧 即是剝惹行 一念餘 即剝惹覺 一念智 即剝惹身 世人於迷 不見般若 口說般若 心中藏魚 常自言 我修般若 念念說空 不是真空 般若無形象 智慧心即是 若作如是解 即明般若智 何名波羅密 此事西國語 唐言到彼岸 解意離生滅 濁盡生滅起 如水有波浪 即明為此岸 離境無生滅 如水常通流 即明為彼岸 即明為彼岸 故號波羅密 迷人口念 當念之時 有望有悲 念念念若行 世民真性 勿此法者 自剝惹法 修此行者 自剝惹行 不修即煩 一念修行 自身等佛 凡夫即佛 煩惱即菩提 前念迷即凡夫 後念悟即佛 前念濁盡即煩惱 後念離境即菩提 前念濁盡即煩惱 與大智人更無差別 因何文法不自開悟 原邪見葬眾 煩惱更深 猶如大雲覆蓋於日 不得風吹 日光不現 般若之志 義無大小 為一切眾生 自心迷雾不同 迷心外見 修行密佛 為物自性 即是小根 若開悟頓教 不知外修 但於日心常起正見 煩惱成勞 常不能染 即是見性 一切修多羅即諸文字 大小二聖十二部經 皆因仁智 因智慧性 方能見立 若無世人 一切萬法 本志不有 故知萬法 本志人心 一切經書 因人說有 緣其人中 有餘有志 餘為小人 智為大人 愚者問於智人 智者與愚人說法 愚人忽然誤解心開 即以智人無別 不悟 即佛是眾生 一念悟時 眾生是佛 故知萬法 盡在自心 何不從自心中 頓見真如本性 三世諸佛 十二部經 三世諸佛 十二部經 在人性中 本志具有 不能自悟 需求善之事 指示方見 若自悟者 不假外求 若一向職位 需他善之事 忘得借託者 無有事處 若見一切法 心不染濁 視為無念 用即便一切處 亦不著一切處 但盡本心 此六四 出六門 於六城中 無染無雜 來去自由 通用無智 即是波爾三昧 自在解脫 民無念行 無相聖 無相聖 說通即心通 如日處虛空 為傳見性法 出事破邪中 法即無頓見 迷雾有此疾 指此見性門 於人不可惜 諸及雖異 除其 回 wil之之音 善之欄 蝕合理 還歸醫 blame 反腦 暗宅 止цию uit 无用,清静智无余,菩提本智性, 起心即是妄,尽心在妄中, 但正无三丈,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 与道即相当,色类自有道,各不相防恼, 敌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 波波度一身,道头还自傲, 欲得见真道,行政即是道, 自若无道心,半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自作,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珍爱不关心,长身两脚握, 欲你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不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献,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恰如囚兔角, 正见您出世,协见您世间, 协正尽打雀,菩提姓婉然, 使诵是顿教,义民大法传, 迷文经累劫,物则刹那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